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去我的木雕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在海边 我不要跟你 太感谢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要跟他去玩 我要去咖啡馆 跟我 跟你 等着我去换衣服 等我 不准弄 我真不会带孩子 担当你了 男的小公主喜欢你啊 小哥加油 跟我走 再给我炸一杯芒果汁 你和大人就这么说话呀 一杯芒果汁 好 我卖 你看你不做生意啊 我是老板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让你这么没礼貌呢 在他学会好好说话之前 一杯水都不要给他 谁心爱在你这儿待着 我走 好 好 那我给你哥打电话 我就告诉他 说你出去乱跑 让他出去找你折腾他 你开心了吗 你有病啊 你烦我哥干吗 我把你带出来 是要把你带回去的 只要你不跟着我出来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跟我都没有关系 明白吗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谁 紫秋哥 看你的剧去吧 给我小妹妹 照片王老师 好 我给钱 不卖 小丫头 我治不了你了 say 我去要你带去我 好 我私心想的 诊心 TRG 好 parfois我ے你看够的 人这不是 哎 你 Mummy 一来你 你好好看 恒人你 程子 跟我过来等 什么太多的 连个姐姐都不叫 她明天到底走不走 估计不走 天哪 我这妖孔记 我追剧呢 我的遥控器呢 干吗 我今天跟你哥商量了商量 明天你可以跟着我 但是呢 你必须听我的话 行啊 听你的 是吗 第一 不许吃榴莲 我都吃了一块 熏走了三桌 靳儿 你在那椅子上坐一天 是屁股也算吗 真的也管 当然得管了 谁让你跟着我呢 要不你别跟着 还有呢 第三 你说你年纪 这也不小了吧 一分钱没赚过 花钱倒挺大仇大仇的 不如就这样 你这个暑假呢 就在我店里打工 也正好体验一下 人生有多么的不容易 如果客人是手机支付的话 就点击这个 扫码枪支付 接下来让客人出事二维码 就可以了 你多练几遍 就熟练了 你来一遍 客人吃完了 收拾一下桌子 好 我要两杯拿铁 好 拿铁 稍等一下 拿铁 拿铁 还有三明治套餐 好 三明治套餐 等一下 三明治套餐 一共七十二元 找二维码就好 微信账码 你拍我干吗 给你哥报备 祝你首次收音成功 你拍得好看嘛 你看我表情不太 你加个绿镜才发 两杯拿铁是吧 做一个三明治套餐 好的 嗯 坐那儿干吗呢 没干吗 他们都走了吗 走了 关心人的时候态度也很重要 你知道有一句俗话叫 刀子嘴都不信吗 意思就是 嘴巴上坏 但是内心却很柔软 但是大部分时候呢 光是嘴巴坏就已经足够上人了 那又怎么样 反正他们也讨厌我 谁讨厌你啊 你哥 还是你健健健 他们都讨厌我 也是 你做事风格确实挺讨厌的 不是因为这个 我哥刚毕业的时候要回来 是我求他不要回来的 我害怕一个人跟着我妈 从那以后 我哥基本上就没怎么笑过 也不说话 精神还不好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明知道我哥照顾我妹 有多辛苦 我哥有多想回来 我 其实你害怕也很正常 毕竟你还是个小孩嘛 我当时都十四岁了 我每天都在想着 我一定不要像我妈 可我做的事情 跟哪儿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 十四岁还是人形挂劲的年纪 但是五十岁不是 人形挂劲 你想想看 你十四岁的时候 又没有什么生活能力 可不就是个人形挂劲吗 也是啊 所以说啊 十四岁的你 那种程度的撒娇 完全可以被原谅 而且你自己不越说吗 你哥不回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 所以你怎么能说你哥不疼你 可是李坚坚那么讨厌我 我哥一回来 他爸还有你们全家都在 背后说我们坏话 我哥的心完全都被你们堵 等等 等等 这句话你都听谁说的 你妈 你都已经十七岁了 你就不会自己思考吗 可是我思考之后 也觉得是这样的 小时候 我对李坚坚 反正李坚坚就是很讨厌我 小时候 你说的该不会是 你摔破脑袋 学撒谎 是不是李坚坚推你那件事吧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纠结这事 什么叫纠结 你当你坚坚解释的小孩嘛 这么记仇 都这么多年了 他早就忘了 你之所以觉得他讨厌你 其实是因为 你觉得对不起他 你应该直接跟他道歉 不然你这么冷言冷语的 谁知道你内心在想些什么呀 我才不呢 他心里还不笑死我 你看 你嘴上说的是 你不要向你骂瘾 但是其实你的思考方式 却很像 因为你总满人往坏处想 就在放点 给你十分钟 好好调整状态 回来工作 快点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吧 老程子你也知道了啊 生活那么不容易 我去好好读书 那我们走吧 好好读书 别光知道我 等过年啊 不肯定天 谢谢不开意 知道了 去吧 紫秋哥 谢谢你 我会想你的 行 那我跟我回来玩 糟了 臭丫头